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位 我们今天下午继续交通部门的质询 第一位是萧永达,萧一言,15分钟 感谢主席陈梅娟议员,各位事务同仁,议会同仁 媒体朋友还有市民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来请教捷运局吴局长 根据早上报告第19页 C1到C8营运情形 就是从C1到C4自104年10月16号起开始营运 然后105年7月4号延伸到C8 这是营运情形报告 我来请教吴局长 这从去年10月16号到现在 那C1到C8营运的收支状况 收入多少支出多少 请报告一下 到目前为止支出多少钱 亲轨的部分 亲轨的部分目前我们是还没收 那支的部分原先我们跟捷运公司有签订 维修跟营运管理的合约 那这一部分因为我们原先签订的部分是C1到C14 那目前我们只有营运到C8的部分 所以相关的那个计算的部分 我们还依照那个实际支出的部分 还在跟捷运公司这边 那依照他们的实际支出的部分 会另外再计价 对啊我用的是具体数字 比如说收入是零嘛 没有收入嘛 对 那支出每个月大概要多少钱 比如说人事啦管销啦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原先签订的合约部门 是C1到C14全部营运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全部营运嘛 我们只有到C8的部分 所以C1到C14跟C8这一段的话 我们会跟他们计算 依他们支出 因为他没有到C14 所以他的营运的成本部分 就不能全部都算在里面 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会后 再把那个这些详细计算的资料部分 再提供议员这边 吴局长我们政府的预算是一年算一次嘛 对不对 一年算一次 所以我问你的是从去年10月到现在 大概平均比如说去年10月16号开始 10月11月12月 那到现在今年已经都快10月底了 所以政府的预算既然是一年算一次 你不需要费后告诉我 就是每一个月大概要支出多少钱 收入是零嘛 那每个月要支出多少钱 大概数字 如果依照那个合约计算的话 我们一个月大概要支出的部分是 大概要一千万 每个月要支出一千万 所以一年大概就 依那个合约的部分去计算的部分 那实际那个支用的部分我们会再依照它实质的一个支出的部分 所以到现在12个月都是花一亿多 支出一亿多 收入是零 是不是这样 是 那我再来请教你第二个问题 那准备是云印到什么时候 就是都支出一直收入一直是零 然后一直支出每个月要一千万 这样还要多久 我们原先是预定暑假结束之后要开始 那个云印的部分 现在是没收费 那我们是因为我们现在只有到西八 西八的部分我们原先是预定暑假结束之后收 那后来我们考虑到就是说 其实我们目前到西十四的部分预定在明年春节前 也就是说明年春节前会从西万到西十四 那在这短短的三个月里面 我们如果说现在又开始收费的部分是从西万到西八 然后接下来三个月之后会调整成那个到西十四的部分 所以目前我们是倾向是在西十四通车之后 然后全部再进行整个营收的部分 好 那预算的部分我大概了解 吴俊阳你请坐 你请坐 接下来我要来请教那个交通安全的问题 我实际在亚洲看过几个国家有做轻轨 比如说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 他做了七条轻轨 他的双子新大楼 我实际去做过就是用轻轨 做主要的运输 然后我在冲绳也做过轻轨 他有两条轻轨 但是他们的轻轨跟我们是一样的都叫做电车 那差别差在哪里他轻轨是做高架的 吉隆坡也是摩托车很多的城市 所以他七条轻轨全部都做高架 没有在路上跑的 我来请教那个交通局长 轻轨捷运火车高铁在外国统一的名称都叫做电车 都叫做电车 有没有类似像台湾的自有交通工具这么多 比如说摩托车超过两百万辆 汽车四十几万辆 自有交通工具这么多 摩托车这么多的城市在做平面轻轨 全世界有没有类似的城市 陈局长请答复 谢谢赵纪元 谢谢肖议员的指正 那个议员所提到的那个自有车辆 就是指我们台湾的像汽车跟机车的数量比较多 摩托车 我讲摩托车 因为汽车比较容易控制 汽车就是汽车一个路面 轻轨一个路面 这比较不会有交通安全的问题 我现在来请教交通安全的问题 摩托车很多的城市 大部分都在热带国家 在做平面轻轨 高架轻轨的我看过 我就举例就是吉隆坡冲绳 如果是平面轻轨的有没有 平面轻轨是一般在 就在路上跑 对 一般最早的轻轨就是在平面 那当然在东南亚国家 有一些比较后来盖的会利用高架 为了避免跟地面的交织 那刚才议员所提到的是说 私有运聚 特别是摩托车 的摩托车 密集 这里面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那个路口 因为路段通常 像以我们台湾或是其他国家 路段的部分它会有专用路权 因为我们的交通工具都不是我们发明的 就是世界各国早就有我们只是拿来用 我问你的是一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拿来用最好是把别人的后置也一起放过来 这样是最简单的 所以我问你的是一个具体的问题 我们既然是都学先进国家 那就是有没有具体的例子就是摩托车很多的城市 它是在做平面轻轨 有没有 应该我们的特性在其他国家里面比较没有 没有嘛 比较没有 那我们怎么会去引进一个完全没有的交通系统 而这个完全没有的交通系统来 我们的交通规则又没有改变了 我来跟高雄市民讲这一段历史 就是最早倡议要用轻轨系统的是谢长廷市长 那他做的时候呢 他提的时候呢 大家都没有意见 为什么呢 他就是把原来的火车嘛 你改成轻轨 就是火车 旧的火车改成轻轨 大家觉得这很好啊 为什么很好呢 火车看起来不太好看 那轻轨看起来比较漂亮 比较时髦 那你就把火车改成轻轨 而经过的地方 比如说亚洲新湾区 市区 那都市景观改善不好吗 这个提议 应该是很好的提议 那这没有问题 大家也都支持 那现在问题是出在什么呢 在台湾现有的法令 轻轨用的法令呢 是跟捷运是同样的 叫做大众运输系统 大众捷运法 那火车呢 是另外一套交通号制 火车是另外一套交通号制 换句话说呢 当你把火车要换成轻轨的时候 你的交通号制是跟着一起换 比如说火车有什么呢 火车有栅栏啊 有平交道啊 那全世界各国 轻轨呢 我们用的系统呢 跟交通号制呢 跟世界先进国家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把原来 由火车经过的路段 改成用轻轨经过的路段 但是 柵欄不见了 平交道也不见了 那这个会出现一个问题 我们跟捷运 是用的是同样的号制 而台湾的捷运是什么 台湾的捷运不是高架 就是地下 它并不是什么 并不是平面 我们做的轻轨是平面轻轨 我们做的轻轨呢 如果有类似台北的淡水 做的那个轻轨是高架轻轨 或类似吉隆坡 那没有这个问题 那你做的轻轨 几乎全部都是平面的 而几乎都是平面 那就会产生交通号制的问题 那交通号制呢 很难解决是什么 比如说主席陈梅娟议员 他坐在这里听 这种交通部门咨询 应该听很多 他的知识也没有问题啊 既流日又流美啊 来你问他 轻轨的交通号制 到底有哪些 有哪些不一样 捷运局你也做过很多广告 主席你讲得出来 到底有哪些不一样 为什么讲不出来 以我来讲也讲不出来 为什么 听过没多久就忘记了 我何必特别去记你一个说 轻轨的路段有什么交通号制呢 为什么呢 因为全台湾呢 只有我们有在用平面轻轨 而且即使我们在用呢 也是久久经过那个路段 经过一次啊 你要大家习惯 我跟吴局长讲 永远都不会习惯 为什么呢 因为路呢 是所有人在走的 不是只有高雄市民在走 屏东台南来都会经过那个路段 你怎么去对他做宣导呢 再过来你跟我讲完以后 没多久这路我都没有 好久没走早就忘记了 所以你宣导再久呢 都无法解决你这个交通号制的问题 所以我感觉 轻轨真的要上路 一开始用的交通号制 一定要用什么 大家最熟悉的交通号制 本来就会的 基本常识换围里面的 宁可一开始远一点 没关系 交通安全解决了 才是那个轻轨 可以正式运营的开始 一开始远一点 等大家都习惯了 如果要修正放松 再来放松 所以我感觉 轻轨不能用捷运这种系统 捷运是在地下或高架 根本没有交通安全的问题 轻轨就是要用远一点 那远呢 要多远 我觉得要接近火车 为什么呢 因为火车轻轨捷运 都叫做电车 而在路面上跑 那轻轨跟火车一样 都在路面上跑 明明你在路面上跑 火车的交通号制是很严的 你轻轨用什么 用红绿灯 跟汽车是一样的 你叫高雄市民要习惯 我坦白说 高雄市民很多人 一辈子没看过轻轨 他怎么习惯 他永远都不会习惯 而且呢 如果不是住在那附近的人 久久经过那路面一次 他怎么习惯呢 所以以上次我的建议 吴局长你觉得 妥不妥当 交通号制 把轻轨的交通号制 应该用最远的交通号制 比照火车系统 因为火车也是电车 也是在平面跑 请吴局长回答 感谢主席 感谢萧委员 目前的交通号制部分 跟轻轨 有轻轨跟没有轻轨的部分 交通号制都一样 那不一样的 只是我们会调整的部分 就是说 左转右转的限制 那我们有些大路口部分 如果说它的左转车流多 或是右转车流多 那这一部分的话 会有新增的 那个左转 左转的一个限制 也是一样的 所以民众只要依据遵循 所言有的号制部分 就没问题了 那轻轨的部分 跟轻轨的号制部分 其实我们现今的轻轨路口部分 就是有一个TR的控制 TR控制是控制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轻轨自己的号制 轻轨的号制部分 是轻轨驾驶员来看的 这个一般民众不用看 那另外一个号制部分 是我们交通路口的号制 就是我们红绿灯的号制 那红绿灯的号制部分 是给我们一般民众看的 这些还是依据在 现今的交通号制的运作之下 那刚刚萧议员讲的没错 因为轻轨跟火车 火车有一个炸门的部分 有平交道的部分 那我们轻轨的部分 现今是没有平交道的部分 那这里面其实只要大家 市民能够遵守 我们的交通号制部分 那其实就不会有安全上的疑虑 那担心的是 他们不遵守交通号制 那不遵守交通号制的部分 就有风险存在 如果看不懂也不了解 比如说火车有栅栏 甚至用围墙 那根本市民 不会进入你这个范围里面 不会进入你车运行 那轻轨看起来水水 而且还有草坪在上面 它是在走草坪 结果呢 车就开过来 上次就有人出车祸 我们轻轨发生 车祸的部分有两件 第一件是在测试 测试的部分是 有一位开车 小客车的人 然后他没有遵守交通号制 那左转的部分 然后造成跟轻轨 有一个碰触的情形 那第二件事情 是在营运阶段 营运阶段部分 那个轻轨的部分 那个发生车祸的部分 是自行车的老翁 他大概七十几岁 然后他也是骑在 逆向行驶在成功路上 那他是突如其来 他看到轻轨来之后 他又左转 所以轻轨反应不及 轻轨本身 其实跟火车的差异性所在 火车因为它重 它的刹车时间长 所以它那个车 那车祸一下来之后 其实我们都会常常看到 要等很久 那其实火车才会过来 那火车过之后 当然那个车祸会拉上来 那但是轻轨本身 其实他是那个 他是铝合金的部分 那另外他是用电的部分 所以他在启动跟刹车的部分 其实没有像火车这么笨重 所以他在面临这些 紧急事件的部分 其实他还是有缓冲空间 那现今轻轨的问题 其实就在入口的问题 那入口的问题 就称作我们校医院所指教的部分 其实这个是我们必须去检讨 如何去降低 整个对拥路人的关系 跟所有轻轨营运安全的部分 那我们之前的轻轨营运安全部分 其实轻轨常会因为 机车闯红灯 然后造成轻轨就没办法过 那后来我们借由移交的协助 现在原先我们一个入口部分 往往要有四名移交 现在我们只有一名移交 那未来在年底之后 其实移交就会退却 那所以这里面 其实民众也慢慢接受 其实轻轨来的时候 那它的营运状况部分 已经慢慢有所改善 那这是我们必须调整的 否则轻轨在高雄的运作上面 没有经由这一部分的磨合 其实以后运作会像 校医院所提的部分 是会明明很大问题 好 谢谢我们小医院的咨询 下一位是李顺敬李一眼 15分钟 谢谢 我们的交通部门的社会局处长团队 我们的主席 议会先进 市民朋友 大家午安 今天这交通部门 与职业务报告和接线 看到我们高雄市政府结合我们的观光业者 为了发展我们的观光 带动我们地方的繁荣 推出了我们所谓的高雄跟金门 或者是高雄澎湖的在地跟在地的优质旅馆 甚至我们民胜景点来结合 好玩卡2788元 首先在这里我们要肯定观光局局长 及所有同仁的努力 这个措施很好 但是会不会来得太晚 最近这一个月以来 常常跟我们的市民朋友 在聊到我们的市区正问题的时候 他们常常反映 好像小三通的政策 即将要改变 好像对岸想把小三通给结束 那我不晓得观光局 在这一方面 有没有什么因应措施 因为你现在的重点 是摆在路客自由行 以及我们的观光市场 那每年的有小三通 入境我们台湾 入境金门的 有18万的人次 18万的人次 如果小三通对岸把他结束 那观光局你的努力 你们要怎么样来因应 你们要怎么来因应 有个新的办法不高兴 什么博多船 那个什么意大利那个 威尼斯那个什么船 几乎没有人 几乎没有人 晚上要冷冷清清 如果再加上小三通的 这个政策有改变 那观光局你们现在推出的政策 又刚好在这个节骨院 会不会慢了一点 有没有什么样的因应作为 简单答复一下来 让我们市民朋友大家关心一下 替我们的公公倒打拼 局长 丹佛来 好 谢谢主席 谢谢李议员 那也感谢李议员 对于观光局的业务的关心 也马上看到我们这个2788的专案 那我在这里跟李议员 做一个报告 第一个这个退出的时机 最主要是因为 我们必须要跟 我们的航空公司 还有包括旅行业者 饭店业者要做一些结合 所以他必须要一些沟通的过程 而且这个部分 他因为是比较优惠的价格 所以他撒出来的时间 可以说是必须要都 大家都觉得可以配合 才可以推出 所以第一个跟议员报告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推出 第二个呢 我们这样的推出 其实最主要就像议员讲的 我们抢的是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国内的客人 包括澎湖或金门在地的 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到金门澎湖去玩的客人 包括小三通就是其中之一 那刚议员问到说 那如果小三通 这个部分解除了之后怎么办 我们目前这个2788呢 我那天也跟航空 就是远航的 他们的营运长 有跟他做一些沟通 那营运长对于这个套装的行程 是非常的有信心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行程 第一个它非常的超值 非常的优惠 第二个部分呢 对于他们的来客的部分呢 这个部分我们因为它是限量 它是限一万套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加上 旅行业者的行销跟饭店业者的行销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 这个时间因为它是限量的 所以它不是一个持续性的方案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在它结束之前 我们也希望能够争取一些业绩 到底是会不会结束 这个部分也只是耳闻啦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把它界定为 在这个时机点 对于饭店业者跟旅行业者 还有航空业者旅游市场的一个强行计 谢谢 谢谢局长的说明 但是还是要努力啦 要密切注意 你们的用心 市民朋友看得到 但是如果因应来不及 可能到时候 我们又要萧条一阵子 如果说光卡这个动点 放在陆克 或者是放在这个小三通进来的人 那可能到时候 我们的观光业者还是会失望啦 还是有一段的空窗的时间 那所以除了陆克自由行之外 从金门小三通进来的之外 我想我们城市跟城市之间的 竞争力也很重要 也很重要 那不要说摆在陆克 摆在金门小三通 结果小三通一停了 因为最近一两个礼拜传得很厉害 大陆那边希望小三通这里也要检讨 那是不是这样 只是传闻啦 那我刚刚听局长的报告 局长好像也满了解的啦 希望也能够在这个方面 多努力为高雄市的观光 为我们的市民朋友来造福 我想局长跟团队的努力 我们还是肯定啦 谢谢 另外我来请问一下交通局 那小港 前镇临沿等地 是属于重工业的一个城市 那为了鼓励这些工厂们 在离风 在离风时间 在电力吃紧的时间 大家不要说集中在一起生产 所以几乎南高雄的部分 都是轮三班制的公司比较多 尤其一些电力的大用户 或者是一些电力 相当负担的一些 钢铁厂等等 都是采三班制的 几乎占了一半以上的 以临海工业区 四五百家工厂里面 临海工业区 有两三百家是采轮班制的 三班制的 那当然有很多的因素考虑 电力的因素 或者是订单的因素等等 但是很遗憾的 本席也反映了好几次 当然在局长的任内 我好像还没有跟你提过 那我在这个时间 我想正式的跟局长 为我们地方来请命 就是说你为了管制 为了管制我们的这个红绿灯 或者是为了要节省一些电力等等 我不晓得什么因素 每到了11点12点 有的在11点的路段 你就把红绿灯的路段 给它改为闪黄灯 那局长可能不清楚 我们团队可能不清楚 这个轮班的 都是11点下班 甚至要上班的 有的是12点 那11点半 他就要准备要加班 准备要交班 准备要去上班 那12点下班的 他只能12点10分20分 才能离开工业区 那在整个重工业 这个乡镇里面 他们上下班的时段 刚好你都把你们的 这个红绿灯调整为闪黄灯 发生了很多的车祸 都衍生了争议 这个有路权的争议 因为你没有红绿灯 那没有人赔偿怎么办呢 我们又不能鼓励他说 你来申请国陪 他为什么把你 你要下班的时间 你刚好把你的红绿灯 给调为闪黄灯 那有很多路权的争议 路权的争议跟纠纷 跟增加我们市民朋友 事故之后 衍生的社会问题 局长 我要来请教一下 像这种这么特殊的一个状况 有必要那么早 把它调为闪黄灯吗 一般来讲通常都是11点 比较大的公司都11点 那比较小的公司都是12点 深夜的12点交班 或者是上班 那你把它的红绿灯 11点你就调了 12点也太早 能不能延到一点或两点 因为下班之后 他们可能还要买一点东西 然后家里面交代要购物等等 所以在重要的路段 是不是不要那么早 把它调为闪黄灯 是不是 可以到一点两点 局长大夫就来 简单来 陈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李议员的关心 感谢李议员所提供的资讯 如果说地方上 因为工业区特殊的需求 需要交通耗制来服务道路安全 这个我们一定配合来检讨 那这个部分我会请我同仁 立刻去看一下 跟议员这边了解一下 必要的话我们马上就做调整 做调整 那我跟议员顺便说明一下 有时候我们的三色号制 为什么在晚上会调为闪光 那不是为了要什么省电 或是什么减省我们的资源 那没有办法省电的 主要是说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有交通量比较大的时候 这个时候用红绿灯来控制 它可以让整个交通安全的 维护比较好 到了晚上或是比较离风的时候 因为那个车流量比较少 如果还是用这个三色号制来控制的话 反而很容易让一些用路人 他不耐烦 他反而也会冲撞 第二个当然是说 因为他流量比较低 所以变成是闪光 大家变成是互相警示 这样应该就可以足够 来服务这样的一个需求 因地置疑 那刚才我说过了 议员所提到的这个很宝贵的意见 我们马上去看一下 如果必要的话 我们也很同意 做延后的调整 来确保这个工业区里面 这些车辆使用 入口的时候的一个安全 谢谢 谢谢局长 因地置疑 你去交代我们的同仁 用心去观察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真的 12点那时候 反而交通路 交通事故 反而会增加上来 我们协调起来都很困难 因为你没有路权 大家都有争议 是不是能够在重要的路段 比如说沿海路 洪平路 康庄路 这些夜间的活动还很平缓的 像小港那些工业区域 你下班的时间 他们要吃个点心 他们可能家里面交代要购物 然后他们12点钟 可能那边人正多的时候 你给他弄为散房灯 反而失掉这个 我们照顾市民的本意 有的人说这我可以申请国陪吗 我说这申请国陪要努力 这个是专业的问题 我们只能代为反应 代为争取 专专业您好谢谢 就是因地制宇你请坐 谢谢 另外小港长连小港沿海地区 长连都列为我们危险的十大路口 那尤其是大鲁隔道开业 虽然带来地方的繁荣 但是也造成地方很多的不便 跟一些交通的阻塞 影响到整个交通的流量 那地方一直有希望 在我们小港的中安路 积极的来处理这些交通 这个阻碍的情形 那我们也知道 这该个路段 在我们交通服务品质上 列为很低的一个平等 那我们也看到交通局的努力 本席在这里也要请问局长 来就问局长 有关中安路 是不是有什么替代的一个方案 因为现在从基层的里长 到我们地方的议员 到我们中央的民意代表 都相当的重视小港的交通的问题 尤其是中安路 这个太鲁隔道 中山路口 这个路口的一个改善 到底有很多的建议 本席也希望我们交通局 或者是台塘 或者是我们高雄机场 要另辟新路出来 或者是把中安路 南侧拓宽 或者是在五甲交流道 八八路线 有一个东南向的一个闸道 可以来解决该地区的阻塞 不然上下班回来 第二不太久 第二不太危险 第三不少人敢走 局长 在这个方面 我们局的努力是如何 照这个机会 把我们的市民朋友 保证一下 让我们的市民朋友 安心 以上请局长答案 谢谢 陈局长 期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李议员 对于我们中安路 跟中山路路口相关的交通安全的关心 其实那是一个复杂的路口 因为以前都是有大车 要为它去接着高速公路 所以特别是在草牙道开幕以后 也感谢议员非常关心这样的一个议题 曾经议员也提出 是不是在机场里面的范畴里面 再去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20米的道路 另外就是中安路的拓宽 等等这些方案 我们也很看重这样的议题 我们也把这样的评估稍微做过 基本上如果是道路的拓宽 它是一个很 就现有的道路再去拓宽 当然是可以容纳更多的车辆 不过就是说 在那里因为转向车辆很多 在那个路口本来就是产生很大的影响 所以即使它拓宽 它并没有办法解决太多 这个路口转向 你要交织 说参新的那个潜在危险的因子 所以基本上我看 如果是有法度 一个新的路 那是比较舒适的一个做法 这个部分就是 我们也把这样的一个看法 也提供给这个公务局 那么公务局它也就新辟 或是就拓宽 这两个部分也正在做审慎的评估 可能要拓宽就是用地的取得 跟它拓宽可能要拆迁 还有它所需要的经费是多少 我想这个在公务局的评估之下 我们会跟它密切来配合 那当然我们期待 在那个区域能够提供一个比较便捷的 疏通的这个路网 是我们的一致目标 好 再给我们理议员两分钟 谢谢局长 局长 说到我的心内 没人符合我的意见 我这样开一条路 我说你基长在这里 差我五十年 你自己不用你的路 还用我的路 你现在又物流园区 四季的物流园区 你还要用中山路 还要用中安路 局长你注意听 四个物流园区 一起的现在在重划 二三期都是他们的物流园区 将来还要用我们的中安路 你再拖款也不够 我希望他们基长跟台藤 那个土地都是台藤的 机场的本身要提供出来 局长刚刚说到我的心内的话 只要局长了解我 我给你按赞 局长给你按赞 真的赞 如果哪可以 我们不要说机场迁移了 后进都可以停了 二零五场都可以迁了 后进能 二零五场能 我们地方生命财产的安全 只要开一条路 让我们走 又你们自己走 你们自己走你们的 你们不要吵我们的就好了 没人跟我复合 只要局长 你看我的好朋友 我给你困定这要一百分 这支付团队里面 最英雄的 最英雄的 不是我都给你认识 刚刚都没人在跟我说到 我心里面 我今天说真的 后进都可以停了 二零五场都可以迁了 机场自己弄一条道路 机场你自己走 那个什么护心空除 什么污水出离场 什么他们的 什么车辆 在那个 就刚刚局长讲的 在那里绕来绕去 转来转去的 没人关心 也没有人关心 局长刚刚讲到心内 你再拓宽都没有用 再拓宽都没有用 当然拓宽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为了因应我们 整个机场 或者是将来物流园区的开辟 希望他们自己去 好谢谢 谢谢林医院的咨询 再过来是我们 李雨婷 林医院 15分钟 谢谢主席 各位媒体女士 还有我们的市府团队 以及我们议会同龄 大家好 今天我们进行交通委员会的 一个业务报告跟咨询 首先我想先来请教 在我们的观光局长 在观光局长在前任 是担任我们明镇局长 所以我相信38区 我们的局长 招套套 接任这个新的观光局的业务 我想应该也是很得心应手 我想先请问一下观光局长 对我们大辽林园地区 我们地区的特色是什么 来 政局长请答复 好 谢谢主席 谢谢李一元 大辽它就是红豆的产地 林园就是洋葱 目前就推洋葱的这个活动 是 那在我们的地理条件之下 地理条件的这个部分 当然林园过去感觉上 好像是污染比较多 那大辽好像也是工厂比较多 但是我所理解的我们的林园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清水寺 清水岩寺 那在清水岩那边也是蛮漂亮的一个地景 另外我们的湿地公园 这个目前已经是网路上非常夯的一个景点 那另外大辽的部分呢 大辽的 我们大辽其实是在社区 常常有一些自行车道的这个部分 大辽这个部分也是蛮好玩的 那我想请问局长 这几年的一个我们整个高雄市的一个发展 你有没有觉得就我们大辽林园好像就 你还是在停留在我们的红豆 我们的农产品 还有我们的洋葱 这个给人的刻板印象就是我们这有两样的一个农产品 那我想请局长 对于我们大辽林园的未来的规划 以及观光的推展 我希望有一个实体的一个规划出来 好谢谢李议员 我想我刚刚所举到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就是讲到林园大概就想到洋葱 那讲到大辽大概就想到红豆 其实大辽除了红豆以外还有白米 其实他们的生产履义认证都是非常有名的 但是我想在观光这个部分呢 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今年呢 大概有三个活动跟林园大辽有关 一个就是我们推出乘风而起 那我也在网路上看到很多网友 看到我们高庄市政府推出乘风而起的这个路线 所以他也自己去走了一趟 然后有推荐他也在网路上大推 我们的林园湿地公园 以及还有一些这个古迹 有类似古迹的历史建物的部分 还有清水寺 那我们在今年我们推乘风而起 最主要就是把林园的这个很好玩的脚踏车道就纳进来 那我们要结合这个整个脚踏车道跟中云旅港的部分 陈丰而起这个路线是我们整个是包含我们整个高雄市吗 我们陈丰而起的部分有六条路线 所以这六条路线除了林园以外 我们还有包括美农 旗山 左营 那还有茄定 有好几个地方 所以六条 所以其中有一条呢 就在我们林园 那在林园这个地方 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活动 是年底要推出的 就是来观光吧 魅力高雄 这个部分最主要我们要跟在地的社区结合 其实我们乘风而起已经有跟社区结合 也就是借着骑脚踏车 我们跟社区我们有一些导览 还有手作的DIY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洋葱是拿来吃的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洋葱是可以拿来做这个手工纸 所以我们有跟社区做一些结合 那在这个社会局的一个辅导之下 其实我们这两年的我们的社区的一个发展 真的是做的还有包括我们的日托 我们的关怀据点还有社区的各个特色 我觉得都已经发挥的很够 所以我希望我们上一次再看到今年的一个新闻 前一阵子的新闻 我们高雄风路跑 这个路跑年创产值有将近20亿 那这20亿里面呢 就是有包括我们这些人潮的这些路跑这些选手 他们所提供一个时速的一个问题 那之前我们教育局的一个业务报告里 我也很希望我们那个处长有回复说 希望这些路跑的他们的路线 他们还要再更扩大 然后再结合各地的一个特色来做一个推展 所以我觉得这几年我们应该好好地来利用这个路跑 或是各种活动来推销 而且又是我们在地的社区的一个特色 像我们林园林内社区它有康廊扫帚 我们顶错社区它有洋葱膜做成的洋葱纸 还有洋葱灯 这都可以好好地一个做一个推广 所以我希望局长上次我在去年的一个会期里 我有提到我们林园的工业区 工业区的灯光其实晚上是很美的 如果从双园大桥那边过来的话 那如果说我们能够跟厂商来做一个合作的话 把那些灯光做一个变化 或是用LED灯来做一个变化 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特色 所以我希望我们观光局这边 不要忽略了大辽林园区 没有 跟医院报告我们并没有忽略大辽林园 而且今年我们也利用非常有限的经费 我们希望能够跟社区有一些结合 所以我们带了这些人潮到林园到大辽 除了骑脚踏车 我们还要发展一些深度的旅游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跟社区有很深入的这样的结合 包括导览的部分 那也发展一些地方的特色 那我们希望能够带动林园大辽的观光 好 谢谢 我也希望在近期或是未来 每一段时间我都能看到我们观光局 对我们大辽林园的一个重视 那我想再请教一下 我们的林园地区 这个林园之前在1,20年前 有这个来往小琉球的这个航线 我想请问一下交通局长 在我上一次一个总咨询的咨询里 我也有提到这一点 那目前我们到小琉球的一个观光人潮 其实很多都是经过林园 然后再到东港去达成这个航线 那我请问一下我们局长 对于这个航线你有什么看法 中云到小琉球 好 谢谢主席 谢谢李议员的关心 其实在中云渔港到小琉球这个航线 如果可以开辟的话 它确实是可以促进我们 所以我在上个会期上个总咨询 我跟你提到这一点 你都没有任何的一个规划吗 我跟这个议员报告 这个我想这个议题是重要的 那我知道是海洋局 它在处理这个事情 它跟民间的这个营运单位 互相在配合当中 那我也知道海洋局其实在长期 就跟屏东县政府在洽谈这件事情 那其中的过程里面也有一些是 本来算是从东 县地本都没有参与吗 就海洋局跟屏东县政府去洽谈 最主要是他们的业务 那我所了解的是 因为屏东县政府也必须要考虑到 小琉球跟那个东港之间 航线跟那个业者之间的看法 所以这个部分呢 可能要由这个海洋局那边来 答复议员会比较清楚现在的状况 好 谢谢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有去过小琉球 那大家也都有经过从东港 东港的华侨市场旁边去搭乘 那我们来做一个正面的思考 目前我们的财政方面 是很困难 那我们一直希望我们中央政府来补助 那我们如何来争取在地的一个 我们的团队的一个经营 我们市政府这边如何能开闭这个裁员 那我现在刚刚提到 我们陵园地区呢 给外界的感觉都是一个工业污染 工业区一个石化重镇 那我们每天看到华侨市场那边人潮那么多 他们都前往小琉球 这几年非常夯的一个航线 那这些观光人潮如果没有停留 它就是经过陵园没有一刻停下来 如果我们争取了这个航线 然后把它们留在陵园地区来搭乘 我们陵园也有中云渔港啊 对不对 他们到了华侨市场 他们可以去观光球 去那边消费 那陵园有中云渔港 也有我们刚刚局长提到的海洋湿地公园 这一个有全国唯一的一个 倒立水母的一个存在 吸引了非常多的外地人过来看了 那前一阵子呢 我也跟公务局提到 我们的市地公园 还有一个很大的改善空间 就是它的连外道路 连外道路呢 其实记者要去访问 外地人要来看 我们都不知道要如何補那个堂楼 所以我们交通局之前也有提到 我们的 它的那个规划 路线的规划 还有它的指示 它的指示牌 怎么进入到湿地公园 我希望呢 我们交通局这边呢 也能做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规划 让外地人要进来的时候 有时候它那个路 都是洗掉了 要走过枕头 我们在地人都不知道要如何補 所以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地点在那里 好不容易我们花了那么多钱 开辟了一个湿地公园 那边的夕阳 那边的倒立水母 那边的一些生态 我觉得都很值得来一看 所以我希望呢 局长这边呢 除了我们小琉球到中云的这条航线 我希望你们能够跟海洋局好好的交通 我也希望呢 在近期 或是我们有一个具体的规划 怎么去跟屏东县政府来做一个结合 那我们 我们站在江阿波 林源的港埔那边 其实海边就是可以看到小琉球了 在天气很好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很清楚的看到小琉球了 那眼镜这些人潮 这样有我们人问经过 这些人又没有留在我们人问 这样我觉得去发现林源的美 去发现林源的美 我希望我们这些市府这边也真的要很用心 因为在三十八区里面 林源算是最南边的一个行政区 那包括呢 种种的 种种的现在的一些污染啊什么的 我希望我们市府团队 虽然我们在工业区里面 我们要做好监督的一个角色 那其他的海洋局 那个观光局跟交通局 我希望都不要忽视了 那我们再来提到一下我们的捷运 林源的捷运 好像吵了很久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捷运局长 林源的捷运 目前有没有任何一种系统的一个规划 我们有没有决定了说 有没有去确定说 这林源是要用什么系统来做 今天是有局长请答复 感谢主席感谢李议员 跟李议员报告 如果我们用平面轻轨去估算的话 目前 小港林源县本身 自长率是 主席 我问一下 负的37.2 好 这没前说 有决定说用什么做 全都要买 因为连用上街线的轻轨 平面轻轨 我们的自长率都还是负的37.2 就是说 我们如果营运一个走的时候 我们就一开始就一直猎不猎 所以这一个负的37.2部分 其实我们去跟中央争取 中央一家人就不会補作 那局长请问一下 所以140亿的里面 总要我们出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 我们已经跟中央争取 争取到一笔预算 就是他们出840万 我们出出百六千万 我们现在另外委托 就是有没有办法让自长率 自长率里面除了本月自长率 就是说 我们本身原文的自长率以外 其他是不是可以配合 其他的拖地开放 好 局长时间有限 我想跟你再报告一下 我们不要只想说自长率 自长率 你有没有想到 大鲁格的一个开发 我们那时候捷运成立了多久 你就是要有这条算 周边的厂商才会来做啊 那如果这样我们140亿的总要我们自己出 中央一家人就不会補助 所以我们现在当然一定要 如果要申请中央補助 一定要供自长率 那自长率部分最高是25%的时候 中央补助最多 所以我们现在自长率就是变成 我们如果自己原文是没够钱嘛 是收不合 不然可以配合看周边的开发 那配合开发的时候来偿还 这一些我们不足的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1000万 我们现在10月24号会开标 就是针对可行性先期规划部分 就是说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这个林园 小港林园县是可行的 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努力这个面向 你住在我那儿而已 所以我觉得这林园真的是 林园的捷运是每一位市民朋友的一个期待 不论各种年龄层 小朋友小学中学大学高中 还有我们的上班族 还有我们的长辈 其实这一条公共运输是 大家期待非常非常久的 那我们也吵了那么多年了 也争取了那么多年了 我希望现在在我们的小英政府 一个执政之下 我们的沟通 我希望没有隔阂 也希望我们直接来争取 好不 所以现在都没有任何一种系统 规划来 目前没有 目前还没确定 因为这里面会涉及到成本跟那个效益分析 然后这两者之间都去平衡 就是说 我们哪里能取得更大的开发的部分 有办法去平衡 那当然我们可以采取高价的系统的部分 但是这里面又涉及到酝酿的部分 好 再给你一言两分钟 这是一定要用高价的 也不可能用平面吧 因为我们之前开了一个评估会 你说用平面的是一定我们沿海路至少要拓宽在10米吧 目前的新建形势都还没确定 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必须去让他的 是就是我们乡亲就一直一直在决定说 我们现在都要用平面了 我们出去一直解释 我说目前都还没有任何的规划 那你要再用平面的平面 你的沿海路就拓宽10米 我们经费不就又更庞大 刚刚有跟李远报告部分 就是我们哪采取平面的部分 我们必须要140亿 那这样的滞长率就不够了 所以现在就是变成说 我们来尝试先去找出可开发的股地 那高价呢 用高价的话呢 那这个整个会放在我们那个 先期规划的评估里面来 好 请不请不记得任务人的记贷到心声 因为这种公共运输呢 对我们林园呢 对我们市民朋友是非常非常期待的啦 因为长久以来 我们这新建户经常在说 要什么正义要什么公道 我就为我任务大了发生啊 这最南边的一个行政区 希望我们市府团队这边也特别重视 我们的工业区年产值 看几千亿啊 快快到一罩了 上罩了 结果我们林园地区有什么发展 我们林园地区的特色有什么 我们林园地区 大辽地区的人口成长多少 我这些种种的 我都希望我们市府团队这边呢 能特别特别的关注 那其实除了我们的捷运 我们的在地的一个观光的特色 还有我们的交通运输 希望大家能够我们一起来努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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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李怡婷议员 接下来是周中站周议员 咨询时间15分钟 谢谢主席 还有我们各位同仁 交通部门的所有行政主管 包括局长跟科长 我们市民乡亲跟新闻界朋友 大家午安大家好 刚刚吴局长答复我们李议员答复得很好 我感觉真好 我不是真的感觉真心酸 你讲我们的捷运规划 全部都是考虑自偿率 因为你自偿率如果过低 中央就连理你都不理你 对不对 局长你简单答复 吴局长请答案 感谢周议员 确实 就是说中央要补助部分 是看我们的自偿率的部分 是补助 对 这样讲的 讲的好像有道理 但是不是真理 为什么我也为南高雄不爽 你的计划工作计划 只要在地白的延伸到我们路主路科园区 对不对 钢山第一计划 还有第二阶段 到钢山也不复得多 我们都不知道 你那个在书面打呼 钢山到哪边 然后第二阶段到路科 有没有办法 什么时候才达到 广告往南延伸要到什么路主 要到那些林园 到屏东 我们那时候也是喊到屏东 音量不够啊 对的因为我们的规模不够大 所以这个应该要扩大 你跟你说这个 你说自偿率 我请告诉你 你的工作报告里面 第七页 你知道我们的轻轨自偿率 我们的自偿率 亂说 自偿率是使那个还没 还没发生的时候 在可行性评估 什么效益 这个什么 效率如何 在研究可行性评估还有效益怎样 还有这个什么第一期规划 初期的这个工作计划 这个施工前的这个准备工作 那个三个要项嘛 你包括你去做 我现在问下 你轻轨 营运怎样 你怎么轻轨怎样 不要说你自偿率自偿率是在那边划 划山划水的不一定实现的 你已经轻轨捷运 你只有C1到C8的 下下下下 你一个个人 你怎么办 局长简单头 这实际的营运状况 不要说自偿率 局长 请不吝点赞 感谢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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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C1到C4的时候 那个 那个 酝酿的部分 然后跟我们C4开始到C8的部分 我们这一部分的成长 酝酿的成长部分 减价3.34倍 因为就是说 C1到C4 10太少 到C8的时候 这有两个 一个是履次产生节 履次吸引部分 那我们周边的亚洲新湾区部分 其实都还没发展上来 所以我们今晚的平衡 会是在109年全线 你听一下 你听一下 你讲的都说我很好听 都理想 没有实践 你都是讲三倍多嘛 三四倍嘛 以前很烂啊 叫你十倍也没用 不要说你3.8倍 我在那边三三自喜 五倍十倍都没有用 因为你人数不知道 我问你的多少 你死亡一个月 只有八万九万的 也就是一天 只有多少人 两三千人 局长 这是你的报告呢 这我没合备跟你说 两三千人 一斤两三千人 你不知道几帮 我不知道你一帮多少人 而且那些包括免费 你四成四云运 没料的就这样 有料的也要怎么 我报纸的都比较保守的 我不是给你泼冷水 你比较小的 我跟你说真的 不要想着 哪有一天就跟我们 这个什么轮船公司一样 很多都要违外 观光局的很多 都违外了那个太阳冷的 包括两个鸭子船 你刚才说 多好 我这水路两用观光车 你不要 那只记得营运多少 曾局长你知道吗 你那个营运都很糟糕的 最后都委托民间 什么大鹏湾的 什么轮船公司 那以前是旅游 观光业的那些休闲 公司 结果现在变成 也在有交通船的 我很厉害 真的都是委托 变成民运 所以我真麻烦 我就讲局长 有时候不要欺负我们 比较偏远的 我在台北的 我是南指区 左营区的 我想不一定完全 只有用自常力 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不要只有这样 第二个问题 你这么说 我们要延伸 比较有可能的 确实我们捷运 包括轻轨 以后都不理想 现在的捷运 MRT都不理想了 LRT也很糟糕 所以我们现在设法 把这MRT怎么做大 这个柄做大 所以你真好 你现在有评估出来了 除了往北的这些钢山线 到陆竹线 最重要的 有你把它建设为 在去年底 有时候请研究出来 整体陆往的整体规划 已经搞叫做一个叫做 叫做的口号 台北市新北 叫做三环三线 我们现在搞的 叫做两左两环 两左两环 双左双环 教授你怎么说双左双环 你请顾问公司 平国去年底 评估了今年这个半年中 已经也研究 包括依照这个什么 这个结论 我们的这个整体陆往规划的 顾问报告 总报告 然后开始研究的 我们所谓叫一环两连节 对不对 一环两连节 你就是 黄线的 黄线的就是环钻 把那连节在一起的 黄线的 对不对 你说爱求 还有一个是青鬼 青色的 一个青色的 有一个什么叫做民主 高铁民主线 有一个叫做什么 这个大辽 从那些什么 你们都要算了 对不对 一个是高铁民主线 一个是大 从凤山 这叫做什么什么 市区线 延伸线 真好 但是你报行政院 你今年八月份 你已经报行政院 可行性怎样 你已经把它报第一次 可行性评估 你已经出了 效益嘛 你看整个局长 你看你进度如何 成功率多少 请局长答复 来 监义吴局长 请答复 感谢主席 感谢周议员 真的很配合周议员 对这一部分聊到职长 那确实 我们一环二联节部分 因为高雄的问题 其实应该不是 酝酿的问题 是密度的问题 那像我们 捷运红局两线部分 其实现在也 建议平衡的部分 那所以刚刚讲的部分 其实 那个我们经有 可行性推顾部分 其实也朝向平衡的问题 所以不会有其他 那个那些问题 那我们一环二联节部分 目前已经报 行政院核定 那为了这一部分 不好意思 因为今天这一部分 我们特别 一个9月13号的讯 然后我们就 去跟国华会 因为交通部审完之后 其实会报到国华会 那行政院核定 行政院教育国华会 所以我们特别去跟国华会 曾旭正 政务主委报告 那针对这个 一环二联节部分 增加密度部分 那那个政务主委 也认同我们的看法 成功的概率多高 成功的概率 目前我们去跟他 做简报的时候 他也认为这是很可行的 可行 你看几成 差不多几成 九成还是百分之百没有问题 因为这里面 其实交通部审完之后 还会报到行政院 交国华会 那国华会的部分 我们也去跟国华会 的政务主委报告了 那他也当场 听完之后 他认为说 其实这一部分 是应该很可行的部分 所以他会协助我们 去完成这一部分 可行性的研究的部分 局长 你治长率 权量你有没有 里面有没有写 我们治长率的部分 那会补助多少 总规模差不多多少 我们都会延伸线的部分 起来 这个头头24到25左右 因为治长率本身 中央治长率 那规模多大几百亿 几百亿还是 没有上千亿 没没没没 我们全部是 四百多亿 四百多亿 那你就好好 我想叫台北市 在我们陈水扁总统时代 叫喊出来 一年一千的 你知道吗 他们的口号 高雄市 我说四周 都平平民心党接政的 那如果要跟法 我做总统 我是治长的 一借一条 四当一条 我们台北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像台北那么多 人口什么条件 客观条件不准 但是也有价值的 就是一条 大家局长 你至少 当局长 虽然你是小政务官 不是市长的总政务官 至少你们跟市长建议 所以我们这一条新政是一条三条 你一条三条 原生环之外 就是有两个连结 我知道两个连结 一借三条 这是三条算 我知道 三条算 一借三条 经济可行 跟财务可行的部分 我就一并申请了 局长 我看到一条一条就不错了 我真的不能讲大话 好不好 局长 一条一条就好了 你比较认真变 我看你变多少 我跟你 你可以有具体的答误 请坐 再来交通局 局长 你应该看 照讲 这个捷运 不是只有交通的大部分 不是交通的全部 捷运只是交通的一部分而已 结果我们捷运局长 写出来的那些 最后的结语都变 交通建设 是有城市建设的 最重要的 这个民生建设的基础 你看到他25年 应该这是你交通局长的 应该给他写的 你的 美密的交通路线 能够带动地方的经济 还有 关促进观光产业 扩大建立城市规模 还有树立城市发展的百年大计 刚才我们交流来说 我们教育是百年大计 所以交通 他说捷运 他当然是说交通 吴局长是说在交通 我说这哪里应该 你这应该更贴切 我现在建议 现在高雄市民最痛苦的 就是被开罚单 百姓被抢钱 都是被市政府 大有违的市政府抢钱 抢钱最凶的 除了环保局被开罚单之外 百姓不小心 最糟糕的就是 每天都被交通违规 你交通违规 你在你的工作报告里面 你的工作报告 第四页 应该不是第四页 说错了 不是第四页 是第十二页 你说就叫做贴心的交通安全 我看是黑心的交通安全 黑心 你为了交通安全都画了很多 有很多标线标志标 还有这个标记 比如用盖金的 局长我们高雄市议会 前面的叫国泰路 国泰路我要如果左转回去 你交通局 或是你们这个什么 其他的这个单位市政府 不是凤山行政中心 叫做市委行政中心 一定左转嘛 左转中正路 在你的头前 叫做建筋站 左转过去只能一个线 标线就是最左边最内侧的 才能够左转 我如果左转中正买盘 我也是主席也好 他回走南区 要走高速公路就过一道 绝对你如果乖乖的在左边的那条线 至少要五分钟 因为你那个众生实在太沉 只有一个线到如果下午五六点六七点的时候交通 交通最绵密的时间就完蛋了 至少也五分钟 你如果第二线 如果第二线好运左转 可以左转 如果人家要打他 你就没有按照标记 因为那个只有往直左 你如果往前 往左转 马上都违规 所以这有够要求 我觉得这很麻烦 局长 你们这些标线标的这样标记标那样很糟糕 所以我拜托你应该在网站上面 如果公开 让大家去建议 如果把标线标记做得比较人心一点 不要只有黑心赚那些黑心钱违规的 这样可以红灯右转 你就可以直接画第二红灯右转的这些 红灯右转绿灯的那个指标 标字 那个号字应该是这样可以 有两线以上的 应该广阔 好好的在那边 可以有红灯右转的这些 或是绿灯右转的 你如果没有绿灯右转一样 那些都应该要开放 应该要改善 这局长我跟你讲 真的不要只有赚黑心钱 再来今天去早上赶了我们这个 燃止火车站 送那些新兵入伍的 异南新兵入伍的活动 燃止火车站要马上办一个会刊 燃止火车站在你们上个礼拜 画了一个红线 全部把火车站前面的都画红线 不准临时停车 局长 这个都不准临时停车 你的停管中心这很天才 包括计程车 挨巴叫我们计程车有停车格 如果过去那边停 全部都是违规 真的很要求 百姓计程车时机在那边 全线你应该要有一部分 两个车位的空间 让他是画红线 可以临时停车 因为如果下一天的时候 计程车司机停车格到那边 很不温馨 你下车都是违规 所以马上办个会刊 局长 还有人武交流道 等一下一并答悟 人武交流道 这个可行性怎样 赶快你再可行性评估 大家也要 因为我们在办一个公厅会 要砸上去 你如果交通内政部 不是内政部 交通部没有核定 这个都没有办法通过 要整体开发都没有办法通过 还有水利纸的跟水利署一样 排水防防之以外 如果没有通过 一样 这个都没有办法 好 再给周远两分钟 你人武交流道 人武交流道 就是八德二路的交流道 杂道 这个应该交通部的 应援所都应该通过的嘛 大家也都下来简报 包括黄昭顺立委 他都要求 那个交通部的官员下来 大家也都同意 从高铁路用高架的方式就过去 不管用什么方式 这个交流道的 应该早日定案 争取交通部 应援所等等的中央来核定 然后我们地方可以配合 防洪治水等等的 九帆比治洪池 等等的水利的排水的关系 交通的这些 我们交流道的关系 都可以用整体开发的方式 用专案重划 节省经费 然后又可以地方发展 所以我就拜托你 最后观光局 我们这个到底有一个 我觉得这一次交通部门的报告 怎么都没有提到 我记得高雄客运公司有进口 叫做无车顶的那些观光巴士 你们都没有提到 可能那是民间的 到底是交通局的还是观光局的 交通局长 争取一掌所有支头十指一指交通局的 我不管什么局的啦 我们交通业务做得很不理想 就是大家推来推去 交通的时候捷运的 捷运的时候那是交通的 然后又是观光的时候那也是交通的 不管怎样啦 其实我这个早在三十年 二三十年前我去 欧洲的时候就看到 那些都开天顶的 开天顶的 而且一看不止一种 以前只有一两种 现在他们五花八门 搞了很多 包括鸭子船 那个都很流线型 比我们这个好看多了 我们好像是国产车 他们都是外国的那些 BMW 双V的那种很流线 所以我拜托你们这个 看这些人比较多了 成效如何 我看都没有提可能成效不彰 交通局先吗 好 陈局长请答复 好 谢谢主席 谢谢周委员的关心 首先先回答那个双城巴士 双城巴士目前 他是从9月开始是在市营运 提供免费的这个 市城作业 那也很受到欢迎 11月 原则上11月初 他整个安省的工作做完以后 11月会正式挂牌 就可以正式营运 那么目前呢 我们也在争取 目前是那个市营运 因为他车要回到中华 要做那个安检 所以都只有礼拜又礼拜天 提供 应该是礼拜六 每天下午有三班到四班 这个是 现在是四层 市营运 是 11月正式营运 有 我们有合作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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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在国内是什么 第一个 我们 台湾 洋装 里面 大家都有一个 在那里面 大家都有一个 大家都有一个 或者 国外也有那么多人 中央在那里面 打扰这个 国外的 我自己已经想到 包括那个中央 这个 我建设整人 那些人 要做游行 我建设整人 怎样 到底提供一下 我建设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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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光巴士 没有办法进来 是因为 国内的法规 对 原因 所以可能议员 不用做太多的误解 我们既然引进 就是会先有评估 而且要送交通部 他才会核定 我们的购车补助 所以应该往正向 我们把它促成 起来 他还在学我们的东西 那第二个就是说 刚才议员提到的 其实交通局 对于一些交通安全的维护 这是我们本来的职责 被议员提说 我们是在赚黑心钱 对 我是说 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的职责 维护市民的交通安全 可能议员有点误解 说我们是在赚黑心钱 这个是很大的误会 是我们会来检讨 整个交通的执法 也不是交通局去开罚单 所以我想回归到 我们这个正确的地方 来讨论 是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如果在这个地方 来讨论这个课题 我觉得我们可以有很好的沟通 是 这个一项都是我们的应该做的 那刚才议员所提到的 如果像国泰路 它只有内侧的一个车道左转 那个地方不够 对 对 对我们会 会来改善 比如说在第二个车道 我们可以再加画一个左转的方向 这样也许就可以疏解这样的一个需求 那男子火车站的部分 画红线的部分 我会请我同仁去了解一下 对 如果需要的话 那我们马上办 议员指示的我们就办理 好 我先了解一下 那当时画红线 是由哪个单位来提出来的 因为这一定是办过会刊 我们才会去画 那既然议员又有意见 我们再来做会刊 是啊 我刚才说过了 如果画红线 一定是我们经过会刊以后才会去画 那议员画过红线以后 议员还有意见 我们当然还要七星的检讨 那个周元你要不要登记第二次啊 那人武交流道的部分 这个是在今年度 我们就有编列这个预算 所以我们必须地方上要办完 这个增设交流道的可行性评估 那十月中我们也办完这个 可行性评估的其中报告 可行性评估的预算 可行性评估的预算 已经在今年我们市政府同意 我们来办理 所以我们今天办理人武交流道 还有岗山第二交流道的 这个增设的可行性评估 那这个程序是交通部 要我们办完可行性评估 完了以后送交通部 那他国道工程局 国工局他才会去根据我们的可行性评估 来评估要不要核定来兴建 那这个大概年底我们就可以完成 这个可行性评估 那这边跟议员做这样的一个报告 谢谢主席 谢谢中议员 那我就简要跟议员报告 其实这个部分我们是跨局处合作 我们并没有推来推去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观光局跟交通局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包括他路线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去询问了很多的饭店业者 来做一个结合 另外呢我们也针对这个双城的观光巴士的部分 我们也跟这个高雄客运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合作 就是推出我们的好玩卡 用陆海空的好玩卡来包装 陆海空 就是包括爱之船 包括我们的双城巴士 以及呢那个空就是那个 那个叫什么 红摩天轮 就是跟孟时代合作 所以这个好玩卡呢 他还推出一个限量版的 有一些赠品的部分 所以在市城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其实都有一些合作的行销的一些方案 那后续我们会针对 双城巴士既然它是一个新的 我们高雄的观光的亮点 那我们也希望会大力的去做一些行销 非常好好的规望 让这一阶被整个市民的生活习惯 这样就很多了 到被整的习惯 不是只有数小一时间的来到 就好像 这个流行或是连续计划 好 谢谢周一元的咨询 接下来是吴亦正吴亦言 第一次第二次 好 在你第一次咨询完之前 没有登记就可以第二次第三次 请那个外面门锁起来 开始四五分钟 主席还有各位局所长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午安 今天很高兴来跟大家讨论 我们的交通部门的问题 那首先第一个 要跟交通局 也跟捷律局有关 就是希望 其实我们现在推动很多 包括是轻轨 现在分享汽车 还有公共小车车 包括电动车 其实它有一套逻辑 没有说哪一个做哪一个不做 第一个我们一定是大众运输优先 包括捷运的整个设施 延长线或者是轻轨或 BRT 或者公车电动化或者路往 那个是第一优先的 第二个就是所谓最后一里路 那最后一里路我们所知道的是公共脚踏车 上不止 接下来我们还有E-MOTOR 就是说公共电动机车 那还有现在交通局正在招商的 所谓的分享汽车 就是电动汽车分享出租 就透过大众运输之下来 我们做的就是要做所谓的分享交通工具的整个系统 包括电动汽车包括电动摩托车包括电动脚踏车 包括所谓的脚踏车公共脚踏车是基本的 这是第二个优先 第三个毕竟还是有私人运具 那么私人运具我们要怎么也是一样 我们把它导向所谓的尽量使用干净的能源 第二个在城市里面 我们最主要用最多的就是机车 那我们怎么让它降速 鼓励电动化或干净的其他干净能源 第二个就是让它鼓励它低速 那第三个就是微型化 所以微型化是说 也许有三轮的 也许有四轮 微型如果跟机车比怎么变更大呢 其实没有 它只是轮值多一个或多两个 或者车子再多大一点 可是它是替代汽车 跟汽车比它更微型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的整个 对未来交通的整个思考的逻辑 一个智慧城市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 整个彼此的角色 它是互补的角色 没有说谁替代谁 那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 已经很成熟的 雷诺的这个四轮的 几乎它说它车也不是车 也是车啦 说它像摩托车动力 也像摩托车比摩托车多一个座位 多两个轮子 可是它的前后轴距 停在所谓的摩托车 摩托车的长度就够了 它也可以测停 只是宽度比较稍微较 但基本上它的长度 它可以停在摩托车的机车位就可以了 那它可以变形 可以载货 变成加轮子 这个都是一个它的 在城市里面的那种送货 或者其他的都很方便 快递 那所以说像我们 现在台湾 特别我们高雄本身就有很多 在研发电动车 而且发现这个市场越来越大 我相信去拜访交通局的一定很多 去拜访经济部交通部更多 因为我只是一个 我们只是一个地方的 还在野党的议员 我光最近这两个月 都已经很多要投资电动汽车 摩托车 电动摩托车 从美国回来的 从大陆回来的 从在地 它从做电动机车 它想要转换成变三轮的 转换甚至于做四轮的 所谓的载具 大家都已经发现了 这样的一个气氛 跟所谓的整个需求趋势 大家都已经共同体会到了 那所以说 那大概有几个 安全性就是 因为机车的 毕竟是两轮 要遮 肉包铁 相对比较容易受伤害的 然后所以说 而且是两轮 那所以说如果说 都是机动车辆 除了自行车以外 如果机动车辆 我们希望它两轮 可以变三轮 不管是前二 后一或前一 后二 甚至于变四轮 机车也可以 那第二个 当然是干净的能源 包含电动 包括轻能 包括其他的各种可能 干净的能源 那我们也希望它是一个多功能 它不只可以自己骑载人 甚至于载货 甚至于救灾 所谓救灾 就是说 很多种工具 可以在载体里面 包括它的轮胎 可以有越野 或者是 一类避震器 是可以升降的 可以上下调整的 下大雨 现在是气候变迁 下大雨 可能十公分 二十公分的淹水 它其实它平常骑着摩托车 也可以骑 又防水又可以 这个功能都是未来 第四个就是微型 我告诉你 以汽车来讲它大一点 以汽车来讲它小很多 这样的整个交通载具 可能就是 我们未来可能就是一个趋势 这是意大利的Ducati Ducati大家都知道 重机非常有名 它也是做电动 汽车小型的 那也是出租 也是分享汽车的一个模式 而且很多汽车业 汽车业已经不再做汽车了 不只是做汽车 像福特 它也是在做所谓的 sharing 或者怎么是出租 满足人家的交通的solution 而不是只是生产汽车 那尽量卖掉而已 它会想说这个车 到底它们功能跟营运模式 整个福特也是在做 这样的一个思考 包括像Ducati 他们是做摩托车 他们要改换来做分享汽车 电动汽车的一个交通 所谓的已经在解决人的交通 用智慧干净 而不是只是卖车 这件事 那这个也是我们高雄厂自己做的 高雄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原来是做韦斯牌的 它后来改做 所谓的沙灘车 那外销意大利很有名 那这个又是另外一家 也是高雄的 它是做电动的 直接就做电动 那像如果它可以把它改成 轮子再小一点 然后座位可以变两个位置 它可能就是一个 平常 它就是一个交通工具 下大雨的时候 或者水灾 也爬坡力 很强 可能又变现一个两用双用的 这也是在一个所谓的 所谓气候变现下的城市的 一个所谓的韧性城市 除了就是我们可以适应 这样的一个多雨多灾的 多雨多多多多 也许什么山坡地 或城市里面 哪有大雨 它都可以解决 那这个是三轮的 前二后一 就是在我们这个 EcoMobility的一个活动场域 这是中山大学 西子湾前面那天的展览 在9月22日 我们的无测日的活动 干净能源 那这个是我们高雄的厂商 大家都知道 这个做渔业的放弃 卖了两艘渔船 从坐脚踏车 捷运开始脚踏车 后来坐电动脚踏车 后来坐电动机车 我都给它闲着 做了没得好 虽然它很有心 这是我第一次觉得 它车做得非常好看 直接到位 一看在po在脸书上 平常都是一两百人 光po这个摩托车 就五百人 那表示大家对这样的一个 认同 而且它的造型 它也是电动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又是我们高雄的一个 道道地地的自己研发的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也是未来的一个 很方便的交通工具 你不开车 但是相对它的安全性 又是提高 我说的 在市区不用很高 五六十公里以下 都够用 在市区里面 这样的机车 所以说我说 这题外话 交通工具 你和 教授你和 环保局说 以后我们的那个 二行程 交换 补助电动车 最好那个车 鼓励厂商 你坐六十公里以下的 五十公里的 我加码补助 你二行程 修得了 你换电动车以外 我希望你换的是 低速的 那我加码 你太快的 它是不安全的 相对 因为机车的问题 就是速度快 还有所谓 肉包铁 这是空气污染 那现在你电动化之后 我希望 它如果又三轮 那更好 你也可以加码补助 三年 对现在老人化社会 相对是安全的 但我们是用鼓励 它做大众运输 可是它真的 自己骑的时候 它是三轮的 是四轮的 然后又是低速的 五十公里 最多也不要超过六十公里 就五十公里左右 上限六十公里 你站到四五十 三十四十 在城市里面都够用了 都比轻轨快了 包括这种工具 这种工具 虽然是 现在台湾还没有完全合法 可是这是一个 坦白讲 就是一个新智慧型的 在城市里面 在自己 人行道 或者是自行车道 都很方便 这个也是可以去鼓励的 那这个也是我们高雄的厂商 我们讲的 可以后两轮 后二 前一后二 它也是可以做到 有债货 或救难 它甚至于说 好像日本 也要订货 订是救灾用的 那也有 里面有一些电子设备 通讯设备 那如果说 那我建议它那个轮胎 还要变爬坡 还有是 还有是 登山用的 强度 马力 都比较强 那现在其实是 有两个问题 我们现在能做的 一个是 中央法规 对这样的一个 新型的交通工具 还没有来得及回应 那我们现在有两个方向 对新型的慢车 慢车速 它 不好意思 就说69条下面 有规定慢车速的 有些车 它一般讲的慢车 过早时才说 牛车 人力车 我们现在法律 还停留在 你看 农业时代的车 已经没到 在那时 我们交通部的法规 真的是 对不对 我们的人的思考 停车又在农业化 已经对不对 从法规 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的慢车的法规 居然是规定 你看第二项 三人以上的慢车 指的是 人力行驶车辆 拖三车车 用人力的 还有受力的 五车 买车 我们就规定到这里了 那我讲的是说 如果是慢车 定义是25公里 那不管是电动脚踏车 或者所谓的电动机车 它如果是在 不管是两轮 三轮 四轮 只要上线是在25公里以下 它只要经过我们地方政府 直辖市的政府登记 一些领牌 领牌证照 它就可以开 所以说我是第一个建议 是交通局赶快 根据69条的授权 我们把规定 反正我69 我是25公里以下的慢车 我去做一些规定 你的车辆是符合这个的 是电动的 是轻型的 只要25公里的 我自己定标准 那这个车子也不要说 大家做这个的拿出来买 自己改装 就是说你设定好之后 它安全检验合格 我们高雄市可以自己发 鼓励这些所谓的三轮四轮 但是低速的 25公里以下的 这个地方政府就可以来做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在 如果是它是正常的 三轮四轮 那个中央要去法规要改了 不然现在煞链 机车可以开放 是今年的事而已 今年才刚开放 那三轮可以开放 为什么不开放四轮 像欧洲就有一个L7的 7L的一个法规 轻型的 汽车四轮的 在65公里以下 它就不用经过碰撞系统 它的整个要求就跟汽车就不一样 当然它有相对的安全系数 但是不像汽车的要求这么高 它就规范就会比较 有另外一个规范 那这个可能要请我们交通局 跟交通部去研究 所谓这个轻型汽车的整个 在行驶的可能 这是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 在中央还没有修法之前 我们要办Equo Mobility 不只是哈马兴 我们希望 我们已经在环境自治条例 已经授权 地方证明 可以画出所谓的交通实验区 干净人员实验区 那不只哈马兴 沿城 齐津 或者加工出口区 工业区 澄清湖 所谓封闭型的 或工业区里面的 只要经过交通局的认证 基本的安全 那时速在65公里 就欧洲欧盟那一套 我们自己先实验 在这个区域里面 它就可以实践 让不管是高雄或台湾的 因为台湾做这个所谓的电动汽车 电动这个动能 因为有马达 或者电池 或者控制器 这个就是台湾的强项 电动汽车 差不多主要的核心 台湾都可以做 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未来产业 不是未来 进行市 所以说也透过我们高雄 提供这样的机会 让高雄又有很多产业 能够赶快把它带上来 这是带动另外一个 新的一个未来的绿色产业 这个是第三个部分 要请交通局来做的 这是有关这个 有关电动车 那包括我讲的 这个认证地方证 我们就要必须要有工厂登记证 出厂证明 ISO 品质认证 地方证可以订这样 这个是指慢速车 我们要发牌照的 自己慢速车 可以根据中央政府授权 我们提出这个 那如果在实验区的车 它可能超过25公里的 可能是在40公里 或我们刚才讲的 清醒的是65公里以下 我们也可以自己认证 你认证之后 你在这个封闭的区域 实验区里面 我就让你走 那希望这个方案 能够成为我们 Equimobility的一个创新 那也希望在Equimobility 之前我们自己的实践 甚至于中央 能够在我们明年 十月半之前 能够把这个法规通过 那我觉得这样 才是这样办Equimobility 才是有它的更 一个深度的一个实践 这是我的直询 在第一个阶段的执行 可不可以请局长答复 陈局长请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吴委员的关心 确实刚才吴委员所提到的 都是我们目前 共同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 多元的运具 其实在技术上面 还有在运行上面 其实在其他国家 我们都看到是可行的 是也逐渐成熟 但是因为在国内里面 常常碰到我们 法规的 不符合实际的 这种限制 跟主管同仁 特别是中央法规 主管的同仁 他们的保守心态 让我们对于 现在已经蓬勃发展的 这种技术 一直都没有办法 做一个很好的接轨 这一次 其实我们办完 这个漫游生活节之后 隔天 这个礼拜一 那个林司长 交通部的林司长 也到我们交通局来 我们也特别针对 刚才议员所提到的 那个三轮的车辆 三轮的车辆 目前是只能 受力跟人力 来核准 那我们也要求说 其实三轮的电动车辆 三轮以上 这些东西应该正式 目前呢 如果是电力的部分 被视为是拼装车 那所以刚才议员所看到的 那一些 已经都是发展非常成熟 在国外也都外销的 在我们这边 都变成是拼装车 这是其实 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那我也同意 我们应该有一个 明确的安全规范 能够让我们厂商来依循 然后能够让地方政府 再提供场域 让这些车辆来 实验也好 运行也好 都有一个依循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另外 刚才议员也有提到 这个环境自治条例的通过 在本市 我想对我们来讲 我们会好好的利用 这样的一个资源 让我们在举办 生态交通全球盛典的时候 能够将其他目前外部的法规 还没有办法突破的 能够让我们划设一些区域 让这些东西来呈现 然后大家共同来思考 怎么样做法规上面的修正 那我们也期待 正在跟交通部要求 跟他们提出一些申请 希望能够在我们高雄市 因为有很多厂商 其实就生产了很多这种 这种已经成熟的车辆 在他们的制造面 或是说在运行面 在路上的运行面 有哪些课题 是值得作为修法的参考 我想我们可以来举办 公听会也好 或是座谈会 汇集大家的意见 然后尽量把这些意见 变成是我们修法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辅助 那希望能够在明年 生态交通全球盛典之前 也许就有一些成果 这也算是我们举办 全球盛典的一个重要的成果之一 那刚才议员也特别提到 也介绍了很多 目前我们可以在都市区域里面 所使用的这种 所谓的交通运行的方法 方式 交通是我们每天必要的 但是使用的运据 其实是可以与时俱进的 根据城市的需求 跟城市的条件 我们可以有多元的思考 那所以呢 除了这些技术上面 还有在需求上面 我想都是已经具备了 现在还没有具备是 可能法规上面没有办法配合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 生活在城市里面的居民的观念 还是保留在过去 好像只是需要 一定要使用到我们的燃油汽车 或是一定要使用我们的机车 来做这样一个交通通勤的行为 那我们也认为 生态交通全球盛典的举办 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唤醒 我们的市民朋友 共同来思考 是不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交通运输的观念 需要去做一些开放跟改变 另外一个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 真正使用交通运居的这个行为 也能够一并改变 我想这样才能够真正达成 我们很多城市 包括我们自己本身高雄市 希望达到所谓的生态永续 移居城市的这个目标 那我也很感谢 长期以来吴宜言一直在这个方面 给我们很多协助 我们一起来努力 好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吴宜言 接着二次三次 一共15分钟 然后刚刚谢谢局长的精准的答复 其实对一个辅助产业 有另外一个辅助产业很重要 你如果没有让它实验 让它走 它没有办法去检测它的设计 它的整个耐用性 跟所谓的可靠性 那这个又是研发非常重要的 其实政府是最重要的一个支持者 你像捷运 我们现在第二阶段的 那个轻轨是Aston Aston是最早做无线架空线的 在Porto 第一条没有架空线 用第三轨在道路 新的东西它是买不出来 没有出口的 因为我们每次招标 全世界都一样 商业运转两年以上 你的新产品 你很多创新 冷泥 像冷泥下面这白老鼠 当然你是你自己国家 你要支持自己国家的产品 当然自己国家要支持 去实践 所以Porto在做的时候 就是法国的中央政府 就提拨比较多的一个 补助赞助 然后在Porto做第一 你要有业绩 要有运转 才知道它的问题点 可靠性 怎么修正之后 你才有业绩 你才能出口 所以说我们在做这件事情 不是只在做交通行为改变 也就是要发展新的参业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城市要去支持 所以说那个实验法规的重要性 是在这里 让它可以先上路 可以先跑 让市民可以看得到 为了生活方式 满工厨 有的说 你叫我 我的手机不可以 你一定要叫我买电动机枪 不是这个 不是要拨几架了 不是为了 这是为了下一代的实践 去实验 而不是说 给你签法 你做这种东西 那大家从把那个时间走 放宽一点 把那个整个舞台放大一点 的一个大家支持 新的产业 在地的产业 能够发展 这是另外一个 所谓我们在推动这个价值 那第二个问题想请捷衍局 因为我们现在第二阶段 已经在 等一下停车再开 先交通局 不然再问一 接着交通局一次问 上次我们有 这两年有在推动 所谓的停车再开的一个 号制 因为很多里长都说 希望开红绿灯 但是红绿灯 我们不希望有太多 太近有太多的红绿灯 那事实上 很多的那个路口的车祸 其实最主要是 大家都没有慢下来 只要 我们现在只有赏红灯 赏黄灯 坦白讲 赏黄灯的从来不会停 赏红灯的也不会停 就闪了 反正它就是 赏红 赏黄的意思就是 不是红绿灯 但是我还要顺受的 不 就大家的龙子就贵 那我们在讲的就是 在美国 就很简单 我有时候觉得美国 某方面的设计很笨 它的逻辑就是 我就是要笨 你的十字路口 如果不是红绿灯 车流量没那么大的 姑姑还来一台车 我还要遵守 不用用红绿灯来管制人家时间 你就慢 不是慢而已 你到十字路口 你车停下来 看看没车 你晒过 绝对不会车祸 这个逻辑是非常简单 然后看起来是笨 可是它是最聪明的 只要停 完全停 然后不是慢下来 停 再开 很多巷道就可以解决 那我们经过了103年 跟104年的实验 103年是有三个路口 104年有五个路口 看到你们的报告里面 减少的车祸小案件 75% 92% 80% 50%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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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代表什么 本来有实践 可能变成都没有 这个逻辑很简单 那现在105年 是世新的 那我想天津交通局 就是在做这个实验之后 我们是不是可以 如果是确定这个方向的话 怎么去扩大 甚至于那个标线 更清楚 这四个路面 都是话停 你如果没停 如果违法的机会 我就用照相的 你没有停 没有全部停 照相 你就停下来 再转都没事情 你没停 就没事情 以后 但是如果说现在 透过这样就可以 手段都不用处罚 只是耗置 规定改变一下而已 就可以减少那么多车祸 那如果这个效果很大 是不是可以再扩大 可不可以请局长报告一下 来 交通局 陈局长请答复 好 谢谢主席 还有谢谢吴远 吴远的质询 那也很感谢 吴远在前年 就开始要求我们交通局 要重视这一个 停车再开的一个措施 事实上这个措施 在国外 特别在美国 这方面的国家 都已经是一个常规 是法律上 就是规定要这样子做的 到了入口 一定要停 再开 那当然 国内 过去的整个 用路人的习惯 比较疏忽到这一个部分 那我们经过这三年的这个 路口的测试之后呢 在速度上面 它在路口 因为有停在开 它当然速度就很明显的下降 那最重要的是在 造势的部分呢 也大幅的减少 那事实上我们从我们的交通 交通造势的案件来看 绝大多数的交通造势 都是发生在路口 那么这个路口里面呢 常常是因为不遵守 这个耗置的指示 或是在没有耗置路口里面 它没有停等 然后就往前冲 所造成在路口里面的一个造势 所以 路口停车再开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 用路人本身应该具备的一个 正确的使用道路的观念 跟行为 那如果说我们能够扩大 变成是在很多路口 或是我们大规模的去推动 甚至未来如果可以 变成是法规上面的一个规定 我想对于我们在执行 交通安全这样的一个成效 一定可以有很好的绩效 那最主要 我要呼应吴议员所提到的 因为我们做了这些实验 发现到这些效益 我们也希望 我们愿意来扩大 这样的一个施作 那另外呢 我们也趁这个机会 利用这样的一个成果 来呼吁我们所有的用路人 这是一个正确 使用道路的一个观念 跟必须具备的安全行为 那我们希望更多的市民 也能够注意到 这样的一个重要性 共同来配合 好 那我们地方能够做的先做 而我重要是要修法的 也拿我们的成绩 去跟他们 请他们能够修法 谢谢 那第二个我们请检业 就谈到检业局 现在第二阶段 那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施工 这一次第一个阶段 当然有些 有些 我常常讲的 在转运的那个什么 连接 链接上有 做得不够好的 那么希望第二阶段 在设计的时候 刚刚听你的报告 在二月份 会完成细部设计 那是不是请局长 能够把 每一个站 重新检查 每一个站 一定要有 公共脚踏车 不是公共而已 电力要 要算要安 可能会电动脚踏车的来临 给你做好一瞬 已经是电动脚踏车 的时代来 因为现在欧洲日本 其实已经不只是 公共脚踏车 也是公共电动自行车 回应老人话 有些城市有坡度 透过这样 而且它的距离 信息距离可以更长 所以已经不是 公共脚踏车 也是公共电动脚踏车 所以你的电线 要先设计 要含在电路 包括某些站 比较幅度服务比较远的 电动摩托车 公共的电动摩托车的 线路 可能都设计好 第三个 有些大站 可能请交通局 你现在在 所谓的招商 电动汽车的 分享汽车 那个站 哪一个轻轨的站 可能是需要 布点的 可能也要先 把旁边的所谓停车位 跟所谓的电路 这个都要 我相信你们现在发 委托的细部设计 一定没有包括这一项 可能了 我不晓得 那请是不是局长 可不可以答复 建议局 吴局长请答复 感谢主席 感谢吴议员 跟吴议员报告 其实我们如果要让轻轨更友善 那当然永续运聚的转秤设施是必备的 因为轻轨本身是一个开放系统 所以这开放系统 其实民众在行的过程里面 其实一定要有转秤的设施在 所以吴议员说共的家 其实我们现在目前有两个面向去处理 第一个 我们现在好像轻轨本身 那我们也发现其实吴议员常常给我们指教 我们一阶的部分 其实缺乏转秤相关的搭配的部分 那这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目前已经成立了一个 由许务市长当召集人 那我们已经成立了一个轻轨沿线 周边的改善小组 那我们会从这一个面向部分重新检视 另外二阶的部分 我们也会纳入这个小组重新再检视 所以另外就是说 那个相关的部分 就是我们跟交通局部分 其实我们都会保存密切的联系 因为交通局是我们捷运监理的主管机关 那所以在这些相关转转设施里面 我们在细设的部分 我们会邀 那个会跟交通局这边来做讨论 另外吴议员其实也在 我们中正路西32根 就是我们O7 O8之间 那比如今天转车的这一部分 你也特别给我们一些指引 那这些部分 我们目前在细设的部分也都把它融入 那所以未来我们在细设的部分 针对这些相关永续的转正设施的提供 不管是电力空间相关的部分 那这些部分的话 那借着我们也期望吴议员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相关的意见 我们要再跟您讨论 第二个就是你们第二阶段 可不可以 我不晓得其中一端是从那个西侧 东侧可不可以从总站 可以先通到中正路这个部分 技术上有没有困难 因为这一段是既有的轨道 它的那个交通设施维持 施工是比较简单的 这一部分就是我们所谓的大蓝线 我们蓝色线 因为我们蓝北本身 其实就是因为重贯线 东西两侧然后阻断 所以我们唯一可以连接的部分 我们水岸轻轨部分 其实就把东陵港线跟西陵港线的延长 那西陵港线部分是比较不会有问题 因为西陵港线本身 其实到西十七新隆路这一段的话 这一段的部分 那个台铁已经没有再用了 所以这一段的话 我们去处理是比较没问题 另外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从那个西万这一边 然后往北西三十七 然后一直往北到 到我们那个西三十一的部分 就是建国路这一段的话 那这一段我们还会继续 跟台铁这边协调 因为台铁目前 其实还有在使用这一个路段 那如果说台铁这一个路段 可以早点清理机会用的话 你也操作没有去好吗 维修机场当时也开始用 他们现在潮州线的部分 它是只有维修厂 它没有注册区 那没有注册区的情景之下 变成说我们的那个前证机场部分 它还会有注册的使用 而且这注册的过程里面 其实它还是每一天 有将近四班的部分 然后会运用到这一条路 那我们是觉得 其实只有四班 能不能用其他的调整的部分 然后转到其他的地区去 那如果是可以这样的话 其他两班可能是上下班的 上下班可以交通工具 我们公车拿出也没关系 是啊 这一半我们的地方也没错 让他们坐轻轨啊 坐轻轻啊 让他们台铁休 三米室那一两年而已 没有啦 可以用资金来赌啦 那是 那这个是请检业 我们这边会跟台铁这边 那你的系部设计 有一个阶段 也希望能够跟本席了解 知道你们的那个设计 大家再研究一下 没问题 好谢谢 第三个 有来都有问了 光政局长还是一样 刚刚有高敏林议员又有问到 现在很多人议员问这个 所谓民宿的一个合法话 他以前我坦白也我也不晓得 后来我去年 出国就全部都住民宿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都住民宿 那个真的是不同文化 而且跟你要住在房间的需求 跟不一样的熟客 因为住在那边 坦白讲 没有隐秘性 没有个人隐秘性 那你会愿意住在那边 你有他的需求 有他的方便性 有他的文化 有他的那种空间的有趣性 那些都不是大饭店可以提供的 那大饭店提供的人呢 民宿也没办法提供 所以它是两个市场 我本来想不到 自己住过一趟才知道 然后我们希望 这个跟旅馆业者 大家在利益上 我想大家是相辅相成的 冲突的比 是应该不高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在修法的时候 这是很重要 第二个中央已经有授权地方 我觉得这个 化为观光区 那我们也希望 我们高庄市 赶快 因为这立法 如果要近 国外就处理好了 手较快 我们这些法制局 我们这些法规委 会许是单台提供服 您只要上来 需要自治条例的 我们就处理 那如果法规的 报议会备查就备查 赶快把严城 哈马新内围 或者有其他区 能够把它划定为 变成观光区 或者 它不是在 在这个三个区 但是它是属于观光的一个block 我们更加切 更加清澈 那些是有卖点的 我要审视一下 看我们高雄市 还有哪一些区 可以提出来 或者是说 把正面表列几项 是哪些区 第三个其他 你可以 你告诉我 你要提供的民宿 你有什么特殊性 经观光局 审查委员同意 它具有观光价值 你要说 说出一个道理 你的东西 你设计 有什么特色 也不要绑在一个区 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 很多整个城市 很多亮点 可能会跑出来 它可能在爱河边 可能是在哪个区旁边 是在城市 不在那个区 可是它那个建筑 是它那个旧空间 再利用 或者怎么样 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价值的 有特色的 我觉得我们既然 我们是走在稍微后面 我说后面跟台南比 它有老房 它有很多 很多的老房 它的老房子 比较多 它的旧景点比较多 我们是另外一种城市 我们是工业化城市 可能有些厂房 它做民宿很适合 可是它不在观光区 可是那个厂房 如果把它改成民宿 哇 全世界级的 所以我们不要被 传统的思维绑住 但是也不是乱发 什么都可以做 这个是应该有一个 非常精准的一个配套 那希望局长同不同意 第二个能不能时间上 能够更快来制定 这样的一个 可以做民宿的空 来 工庄局政局长请答应 好 谢谢主席 谢谢吴议员 其实就是刚刚吴议员 所提到的 其实在法令的部分 常常它的修正 都跟不上时代的变迁 所以我们在传统的观光 发展观光条例里面 它所规定的只有三个形态 一个叫观光旅馆 一个叫一般旅馆 另外就叫民宿 那在我们的都市计划内 是不可以设民宿的 所以我们的民宿 都在偏远地区 或在偏乡的地区 或者风景区 但是为了要解决 目前多元化的这样的状况 其实我们都市里面 就像刚刚议员就讲的 我们高雄市也有很多 很有特色的民宿 就在都市计划内 所以这个部分呢 也一直听到这样的声音 有些年轻人从台北 回到高雄 他就是要把他的老家 做一个整理 然后发展出 非常有特色的民宿 但是很抱歉 他就是非法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越来越多这样的状况发生 所以包括彰化 包括台南 包括高雄 也都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跟中央也常常有一些讨论 那最近呢 台南因为在三年前 他们为了要解决这个都市计划内的民宿的问题 所以他们也把他们的安平地区呢 化为这个双城地区 就是把它化为这个观光地区 那也通过了 但是我在这里跟议员做一个报告 就是观光地区的这个指定 是必须要透过中央 我们要送案到中央 他必须要跨部会的 去同意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如果要把高雄的这些区域 化为观光地区 台南就花了三年 所以我不晓得说这个部分是不是用这样会比较快 那我再跟议员报告 我们目前民宿管理办法 就为了因应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有做了一些修法的解套的部分 所以在民宿管理办法的这个 第五条呢 他其实在第八目里面 就把这个人文风貌区 可以设民宿的这个规定 把它放进去了 所以在这个部分 他是授权给地方 去制定一些认定的办法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部分呢 交通部观光局他们已经开了五次会议 已经定案了 但是还没有通过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赶快通过公布以后 我们就可以按照他的这个规定 修改后的规定 我们高雄市政府加快脚步来做一个指定 那但是我跟议员报告 在法虽然还没通过 但是我们也预知他应该是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相关的筹备工作有都在进行 包括民宿管理办法 这个人文风貌区的这样的一个指定 应该要具备什么条件 这个办法我们现在正在研领中 另外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小组 我们希望透过不同的学者跟业者的意见 我们共同来找出高雄市一个可行的方案 所以以上跟议员做这样的报告 好 谢谢 谢谢我们吴远的咨询 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谢谢 谢谢 помощ exception 柠采 那我们先为继场